中医认为五行之间有相生相克 相成相舞 母子相及的关系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五行相生 生有滋生 帮助 促进的意思 五行相生的顺序是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在五行相生的关系中 每一行都具有我生和生我的双重关系 生我者为母 我生者为子 以金为利 由于土生金 则土是金之母 金是土之子 因此滥经把这种五行相生的关系也叫母子关系 五行相生实际上就是 五行中的任何一行 对其子行的滋生与促进 五行相克 克有克制 克伐 制约的意思 五行相克的顺序是 木克土 是指树根的力量强大 能突破土的障碍而生长 土克水 是指水来土挡 土能防水 水克火 是指水能灭火 火克金 是指金能被火融化 改变 金克木 是指金属类 如刀 斧等 可以捣毁树木 五行相成 相成是五行之间的异常克制现象 成是以强凌弱的意思 相成就是相克太过 是指五行中的某一行 对备克的一行过度制约或克制 又称备克 使本来正常协调的关系 变成了不正常的关系 五行相成的顺序与相克一样 即木成土 土成水 水成火 火成金 金成木 例如 就木克土而言 正常情况下 木能克土 土为木之所剩 若木气过于抗盛 对土克制过了头 就会导致土气的不足 这种由于木的抗盛而引起的相成 称为木旺成土 相克和相成是有区别的 前者是正常情况下的制约关系 而后者则是正常制约遭到破坏的异常现象 表现在人体上来说 前者是生理现象 后者是病理现象 五行相伍 伍有侮辱 欺伍的意思 相伍就是指五行中的克者过于强盛 或者被克者过于虚弱 使原来克制他的异形 不仅不能克制他 反而受到他的反向克制 所以相伍实际上就是反悔反克的意思 相伍的顺序是 木无金 金无火 火无水 水无土 土无木 例如就金克木而言 如果木气过于抗盛 金不仅不能克木 反而会被木所伍 出现木反五金的逆向克制现象 再比如正常情况下 金克木 木克土 但是当木过度虚弱时 不仅会被金欺负 同时也会因为太虚弱 而被土反克 由此可见 相传和相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队 我